我们的品牌代言人 吴亦凡 你好 哈喽 凡凡 你好 今天请 今天请 哈喽 我是吴亦凡 再一次热情的掌声和尖叫 欢迎吴亦凡 是 好 凡凡 今天我们刚才我们说了 今天我们的现场非常的特别 营造出了一个课堂的感觉 就好像说约了一个老师来 我们现场这样给大家上网课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堂 叫做不凡潮流社课堂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肯定要麻烦凡凡多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关于我们这些潮流的知识了 好不好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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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讲了 好吗 OK 好 来 凡凡我们坐下聊好不好 辛苦一下 凡凡请坐 请坐 哇 好 OK 那凡凡刚才你在上场之前呢 我有一个话题 刚才跟他们互动聊了一下 因为前不久那个疫情的关系 就大家都没有出门 所以我相信凡凡也是待在家 我想问一下凡凡 长时间待在家的时候 你自己在家都干嘛 就是 首先是会找一些新的兴趣爱好 对 然后像我自己就可能会 除了这个比如找些灵感写歌创作之外 可能还会就是玩一玩这个赛车游戏之类的 对 就是在家打游戏 对 反正就是找一些事情 让自己不要那么的闲着 让这个时间过得稍微的充实一些 对 是 那说到这个了 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相对于 就是平常比较工作繁忙的繁范来说 那段时间是比较属于有个人的空间的 那其实在那段时间有没有想过做一点新的尝试 重新点燃一下生活的激情 肯定是有的 因为我觉得就必须要 即便疫情这个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持正能量 然后去这样非常有希望去面对一切都会好起来 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要尽自己那一分力 对 不能太过于消极 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掉 对 我觉得因为这个其实在家的时间 其实还是挺久的 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自己就是 就像刚刚说的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让自己不要太闲下来 不要进入一个完全没有前进的一个状态 明白 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一种精神上面的寄托 和精神粮食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不对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呢 我就突然想到 其实之前呢 刚不久啊 凡凡因为就是拍青阳的广告 因为这个发量的问题 还上了一下这个热搜 所以今天呢 既然是来到了我们这个步凡潮流社课堂 又说到聊了一些关于发型的这个问题 所以要请问一下凡凡 这个也是很多女生很想知道的 请问一下要怎么样才能够拥有 像你一样令人羡慕的发量 诶 就 要就是要 就是要像我一样多用青阳才行啊 哇 对了 虽然有很多的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说凡凡是天生的 我告诉你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 你们很多的头发多也好少也好也是天生的 但是真的就像凡凡说的一样 你们一直用青阳 你们试试看我们的新的产品 真的会从视觉上面来改变你们的发量 一定会让你们有非常多非常棒的这个发型 可以做了好不好 好 那这次凡凡我想问一下 你成为了这个青阳的品牌的代言人 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就觉得首先很荣幸 然后也非常开心 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用青阳的这个洗发 洗发的产品各种系列 然后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我 因为它其实 就像我虽然说发量是很多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要高兴得太早 还是要去做一些护理 养护 对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那我用完之后会觉得很蓬松 然后整个状态就是让像大家看到一样 就是发量很多 发量很多 对 其实刚才凡凡说到一个非常重要 就用完以后会很蓬松 看起来让发量很多 那是因为呢 我们的青阳的产品当中呢 含有灵硅油 深海发酵的成分和红茶酵母 可以去除油腻 让头发保持清爽 两倍蓬松 而且里面的樱花精脆呢 和头皮SPA 可以让你告别后重年 让你的头发保持这个空气感 而且凡凡你说很喜欢用青阳的产品 你在用的时候会觉得我们青阳的产品 在洗头的时候 泡沫也会非常的丰富 对不对 对 很顺滑 对很舒服 对 就洗起来的时候 就是非常 你在洗的过程当中 头发长的女生就可以感觉到说 我洗完了 只要就是吹干 整个头发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这个顺滑了 是不是 好 谢谢刚才凡凡跟大家一开场 就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 那当然了 今天呢 我也看到我们直播间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热情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我们也不同的 不停的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就是刷屏 而且今天呢 我们也看到了在直播间 有一个粉丝不停的刷了一条这个讯息 也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们也想让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把我们的手机递上来啊 有一个问题要请给大家分享一下 线上的这一个同学 有一位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凡凡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问题 好 好不好 好 来我们来拿一下我们的手机 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同学 在线上有个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问一下凡凡呢 好的 这一位朋友的名字呢 叫做严严严点点 他说他想问一下凡凡 想要成为街上最潮的仔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成为就是要成为最潮的仔啊 最重要就是最重要的应该是发型 发型没错 然后自信 自信 我觉得自信了 我觉得自己怎么样出门 就是那天的造型 就是都是应该自己非常有自信跟舒适的 是 我就觉得刚才凡凡说了这个自信 其实很多这个自信 也是来自我们这个外在的 也有来自内心的 对不对 如果你说我平常用的青阳的产品 让我的头发发量看起来很多 我做这个造型也做得很好 我出门的时候 当然我就觉得我自己非常的自信了 对吧 好 那其实凡凡呢 作为我们这个青阳的品牌代言人 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 有好多的朋友们 真的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 所以今天要抓住这个男的的机会 在现场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想要来问一下凡凡 好不好 而且要提醒一下 我们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直播的 各位亲爱的每个你们 你们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问凡凡的话呢 请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面 多多地刷一下你的这个问题了 因为稍后呢 也许你够幸运的话 我们就会抽取到你的这个问题 在现场来帮你问一下凡凡了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呢 我想跟凡凡说一下 我们前期呢 是通过了青阳的官博 互动收集了29位学员的问题 那么多把它就是收集和这个总结了一下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让凡凡从这么多问题当中任意的回答出四个 好不好 我们就看一下 有哪些幸运朋友的问题会在今天的现场被凡凡抽中呢 那接下来呢 要辛苦一下凡凡 我们这边请好不好 好 我们的问题在这个箱子里面 对 好 我们就抽四个就好 好 那我就一张一张抽吗 还是一次拿 都行 你只要您开心 先这个 好 这个 然后 然后 然后这个 然后 这个 然后 这个 然后 好 好 四个 我也帮大家谋一下福利 但要不然还是让凡凡回到这个座位 因为可以离你们近一点可以吗 好不好 好 我们就坐下来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了 来问一下我们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来自微博ID努力奔向凡先生的呀 他说他的问题是想问哥哥 我还有机会康到哥哥的原寸吗 我真的太爱哥哥的原寸了 不过哥哥什么发型都能够hold住 所以哥哥还能看到你的原寸吗 我觉得应该还是 但是如果说有生之年还是肯定可以看到 我觉得 有生之年 但是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头发长得真的挺快的 尤其是用了青阳之后更加快 所以说 所以就是这个原寸如果剪了它的保持时间不长 你懂什么意思 就剪完之后可能我就 一次活动两次活动可能就又长长了 所以就 我会 我会这个 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 对对 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 待会可以投票一下 因为毕竟我现在头发非常的长 对 所以我现在其实已经到了我人生中应该头发最长的一个阶段 所以 是迟早是确实要剪头发了 对 是好那我们就期待一下 就下次看见哥哥的原寸是在什么时候了 好 第二个问题是来自微博ID默默之落的问题 他说凡凡如果有机会开理发店要给他起一个名字 会起什么样风格的名字呢 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想过的问题 就起一个凡凡风格的呗 那就叫 吴亦凡理发店 好直白 对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 听起来就觉得很潮 或者是就像今天我们的课堂一样 不凡潮流社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也不错了 对不对 也不错也不错 好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ID 不爱吃鱼又恐高的问题 他说 一直用青羊很适合我这种石油石干 括号发尾干 但是整体油 又容易长头皮屑的发质 每次洗完还有香味很清爽 所以那这个问题是要问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是说像他这样的这个这个发质 应该是要用到我们青羊的哪一款产品吧 估计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 对吧 用什么当然就是用我们的青羊直觉 跟凡凡同款 对不对 现在摆在上面的这个 用这个养护一下你的头发 修护起来 对吧 发质也变好了 发量也变多了 不是就对了吗 对不对 可以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说 请问这个是微博Chris的Sammy姐 说想问一下樊范 演唱会二巡能来上海吗 对 应该会 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的 没有什么确定的事情 所以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肯定 肯定会来上海 对 对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了 我们等这个稍微恢复了以后 有机会 樊范肯定是会要来上海的 所以到时候如果樊范真的有其他什么演唱会什么的 那些票赶紧要去秒杀掉 好不好 好 好 抢不到那要想办法 好吧 预购预购的感觉 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 有关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下次你真的 要不要弄一个预购机制或者是什么的 尽量尽量 到时候看怎么样能够让 反正实在不一定就多唱几场的是吧 对 尽量啊 我没有 没有任何承诺啊 我没有任何轻易使下承诺啊 到时候回去发现实现不了 对 就经历了 经历 后面 因为我也很很 我自己也非常享受就是 就是在大家面前唱歌这种 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音乐 那其实演唱会确实是一个很棒的一种交流 跟一种独特的体验 所以确实我开完第一次的这个 这个去年演唱会开完之后确实也是回味无穷了 我也期望能够尽快吧 对 是好我们就期待一下啊 刚才凡凡都说有机会我们就会加场了 所以大家都要期待一下 好了 刚才我们是现场抽出来的这个问题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呢 我们要留给我们 线上的各位亲爱的每个你们 因为刚才我都说了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刷屏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从所有正在线上互动的 各位亲爱的粉丝们当中 抽举出一个问题来 线上问一下凡凡了 也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帮我们准备一下 我们截取一个好不好 3 2 1 请截屏 好 我们来看一下抽中了哪一位好朋友的问题呢 谢谢 这位好朋友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应景 这位好朋友叫做无力凡凡的美根尼 想问一下凡凡的专辑Testing好好听啊 你还会出新歌吗 凡凡的歌永远都听不腻啊 肯定会出新歌啦 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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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是 尽快尽快 反正一切都是在计划当中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大家都要实时地多多地关注到 反反的这个行程和动态就对了 好吗 好了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课堂呢 这个答疑环节呢 要暂时要告一个段落了 不过呢 我们还是要多多地谢谢我们正在线上跟我们互动的 各位亲爱的美根你们 现在呢有一份这个礼物呢要送给大家 大家只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呢 输入两倍蓬松潮流基础 我们会截屏呢 选出两位幸运朋友 可以获得青阳直觉樱花礼盒以及凡凡的明信片一张啦 哇 好 现在大家这个刷都刷弹幕都非常的厉害啊 我们要从现场来抽取了 也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准备一下 3 2 1 请截屏 好 截到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两位 好 如果我们待会念到了你的ID的话 请大家就联系到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啊 他会把这个礼物要送给大家 我们要恭喜 凡先生点点点 还有 我儿全世界最可爱 要恭喜以上两位亲爱的朋友 啊 怎么了 那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抽中了 就是这两个啊 有图为正啊 没关系 没关系 其他还没有拿到礼物的宝贝们 不要着急啊 待会我们还有这个机会了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刚才都讲了很多的这个理论知识呢 今天在我们的课堂上面 刚才我也说了 我们今天还有十件的机会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到了 两位幸运的粉丝来到我们的场上 而且呢 还会有一位造型师也要来到我们的现场 要帮他们解决一下 有可能是众多女生或者是男生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请出他们三位好不好 来 有请 有请 哈喽 哈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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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位粉丝也欢迎你们 来 首先请我们漂亮的造型师姐姐和两位粉丝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今天不凡潮流社的特派造型师师慧 欢迎 欢迎你 欢迎 好 那旁边我们中间这个戴眼镜的美眉 你好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苏的每个年 欢迎你 欢迎你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的每个年 欢迎 欢迎二位 是 那今天二位非常的兴趣来到了我们这个现场 那我想问一下二位 你们平常对于自己的这个头发有什么样的困扰啊 想要去解决的 我的头发困扰就是太大了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呢 就是我想要拥有跟吴亦凡一样 多的发量 然后我就算用了那个定型喷雾啊什么的 都没有用 然后我想要拜托一下造型师 看看能不能把我变一下 OK 好 没问题 那中间的这位妹妹你有什么样的困扰呢 我的头发经常容易出油 因为我平常工作很忙 也没有什么时间去搭配 然后我最欣赏凡凡就是她很会搭配 哇 这次来是想要向她学习 哇 好 凡凡刚才大家说了 一个是说发量 你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然后中间那个妹妹说她头发很油 凡凡凡平常这个头发就是你平常在不打理的 你是属于那个发质是比较干一点还是也是属于油发 嗯 好像也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太会让自己头发就是到那个境界 就是在那个之前啊 我就赶紧去洗头 就先去用 就先洗个头 洗完之后就就好了 对 对 但是应该还是 我觉得头发不洗肯定会油吧 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跟咱们好好学习一下了 对不对 我们要随时要保持让自己头发非常轻轻非常干净的状态了 好不好 好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造型师姐姐 你听了刚才两位这个妹妹的困扰之后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样帮她们来进行这个改造呢 嗯 其实我刚刚听了两个没跟你的困扰啊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子 因为现在不是经常讲求加班 工作压力很大 所以其实当我们压力一大的时候 我们头发其实出油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去洗头的时候 就是真的就很难 然后第二个呢 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头发是非常扁塌的 但其实很多时候 当我们头发扁塌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头发有之过重导致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选择一款非常适合我们的产品 就尤为重要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青阳直觉呢 她其实是有三种成分 非常的厉害 而且也非常适合大家 那第一个呢 就是来自太平洋 2000米深海 它能够溶解头皮表面杂质 有效的抵抗污染 以及紫外线损伤的深海酵母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层的清洁我们的头皮 从头皮的根本来解决扁塌的问题 那第二个呢就是有的红茶酵母 它富含丰富的维他命B 它可以水润秀发 让我们的头发蓬松 但是不炸毛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樱花精脆 精脆樱花的提取物 微波提取技术 可以让我们的头发喝饱水 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干扁塌的洗护 洗发造型产品 啊 明白了 好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交给我们漂亮的造型师姐姐 要辛苦你帮他们俩来进行改造了 好 好 好 那他们在改造的同时呢 当年我们还是要跟那个我们的代言人 吴亦凡来聊一聊 刚才其实在说到这个发型凡凡 我想知道就是你从出道到现在啊 大家都说就是非常的这个时尚和潮流的代表 那这么多这个发型当中 有没有就是哪一种类型的发型 是你就是比较偏爱和比较喜欢的 什么 长发 就是现在的发型嘛 就是其实我之前说 我之前好像什么时候说 就每个时期发型都不一样 所以每个时期发型我都挺喜欢的 是 然后就一直发型确实变得也比较多 所以就也没有特别 也没有特别说哪一个发型自己特别特别 就这个我非常喜欢 因为如果特别喜欢的话 我应该就一直那个发型了 对 所以目前也还没有 所以还是在 我比较喜欢有点新鲜的东西 是 我觉得喜欢什么样的发型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和他人看着舒服 让我心情很好的发型 我们大家就喜欢了嘛 是吧 好 那其实我们今天都 学了这么多这些支持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一个随堂的小测验 想来就是考考现场和线上的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 看一下各位同学们 今天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听讲好不好 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大家 当然了 我们先帮线上的每个你们 谋起福利啊 线上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只要你们回答正确的话呢 待会就可以获得 亲羊直觉 樱花礼盒以及凡凡的明信片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这个随堂测验的题目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请问 亲羊直觉有哪个特殊的功效呢 A 去由 B 柔顺 C 蓬松 D 防托 我相信这个答案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是不是 老师 吴老师 您知道吗 你就很明显啊你 太明显了你 对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答案了嘛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也是帮这个线上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谋福利 所以线上的各位亲爱的宝贝们 现在赶紧刷屏 打出你们认为正确的这个答案 在我们的屏幕上 我们也会通过这个截屏的方式呢 来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 可以获得我们为大家准备到的这个礼物了 好吗 好 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答案了 我们一起来说正确答案是几啊 C 没错啊 热得蓬松了 对不对 用完以后就可以让我们的发量看起来很多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选出一位啊 线上的幸运朋友 看一下是哪位朋友回答正确的呢 前面的工作人员准备 3 2 1 截屏 好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位啊 要恭喜 宝宝克里斯宝 宝宝克里斯宝 恭喜你 你在现场吗 恭喜恭喜 好 稍后的时间当中呢 那请你联系一下我们的官方啊 我们会有这个礼物要送到给你了 非常的幸运了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时间呢 就是造型师还在帮他们进行这个改造 那今天啊 有关于我们这个发型 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关于发型的问题 想在现场再来请教一下 这个凡凡 那今天呢 作为我们的这个形象代言人 也是作为我们潮流的icon 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凡凡的不凡潮流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不凡潮流经验啊 让我想一想啊 就是 首先呢 要从头开始啊 然后 然后 这也是确实是这样 因为确实刚刚像 其实延续到上一个问题 你说我很多发型嘛 就说明我还是很在乎跟重视发型 是 对 因为它整个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发型 不一样的发色 不一样的质感 呃 可以是比较这种干的 或者是比较湿的这种 这种造型的方式 都会给你的整个造型 有不一样的感觉 明白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头发开始是正确的 是 然后才知道就是 服装啊 什么样的服装去配 包括 配饰啊之类的 对 是明白 就像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堂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叫做 迎头上不屑一不烦 对不对 我就觉得就是从头开始来 就是可以做到一个 让自己非常开心 和非常舒适的形象了 好 那 刚才我们问到了 这个凡凡是有关于这个 很多一些发型和发质上面的问题吗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 今天我们有一句这个口号 迎头上不屑一不烦 这是我们的品牌精神 那么作为代言人的吴一帆 对于我们这句话 有什么样的见解和感想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要 就是 就字面上的意思啊 对 对 迎头上嘛 我觉得就 就 还是我刚刚说的啊 就是不管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包括各方面 我觉得还是要去勇敢的去面对 然后 充满自信的 对 相信自己是不平凡的 是 所以有一时候 那种精神也非常的重要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鼓鼓鼓鼓鼓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了 好 谢谢 谢谢谢谢凡凡给大家分享的这么多 好 好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我们旁边的 这个造型师姐姐好像已经也跟他们弄的差不多了 是吗 好 那你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你刚才是通过了一些 怎么样的改变 让他们现在就是整个发型变得不同了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两位呢 其实因为刚刚上她是属于觉得自己头发特别油 因为两位梅格尼其实没有用到我们青羊的产品 是 所以就在刚刚呢 我拿出了我们这款青羊的明细喷雾 然后在他们的发根处呢 进行了一个这个就使用 那其实大家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每次喷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种雾状的 那喷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少量多次去喷 那每一次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头发拎起来 拎起来之后呢 在发根的地方 我们轻轻地喷一下 喷好了之后呢 如果旁边有吹风机 大家可以用吹风机 在发根的地方 反着我们发铝的方向去吹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发根变得更蓬松 但是没有也没关系 其实我们只要用手在发根的地方 轻轻搓一下 增加头发的摩擦力 然后我们的头发 原本出油的头发 就会变得很蓬松 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现在整个头发就变得很蓬松 而且没有刚才那么油了 好 明白了 所以就是如果还没来 就是我觉得刚才那个造型师姐姐 介绍了我们青羊的这个喷雾 对不对 是我觉得人手必备了 对 有时你觉得很忙 来不及起头的时候 出门之前就先用那个喷一下 再吹风继续吹 我们的这个发量看起来 就不会这么扁这么塌了 对 对 而且这款产品呢 它其实里面是有樱花和绿茶的萃取物 所以其实闻起来味道很清香 还有就是我们喷到头皮的时候呢 它的感觉是凉凉的 可以让我们的头发就是持续蓬松八小时 是 好 好 那我们要掌声啊 谢谢我们的造型师和两位亲爱的粉丝了 谢谢 谢谢你们啊 辛苦了 谢谢啊 请在台下稍坐休息一下 谢谢二位 谢谢三位 谢谢 好 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呢 其实我觉得我很羡慕他们 但是呢 接下来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会让很多现场 以及在线上的粉丝们所羡慕 因为呢也算是导演姐姐给我的一个惊喜 她说今天那个就是刚才就像凡凡一样 作为这个时尚的潮人对不对 很多的男生对自己的发型也是非常的这个在乎的 她就说今天呢 要不然就让这个KK到时候也让凡凡来看一下 我本人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发型呢 所以他们说今天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的PPT 需要让凡凡在现场跟我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自己也没有看过 对 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干扁她 但是 但是问题是 第二张照片不是就是我现在的发型吗 真的是 是啊 所以我因为我刚才跟那两个粉丝一样 我还没有来得及用我们青阳的直觉喜护的这些系列 晚上赶紧去洗一洗就不会这么塌了 干扁她 所以呢 我接下来就会让凡凡来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发型会适合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让凡凡帮我选择一下 但是为什么要选择一张感觉好像哪吒的照片 现在 现在意思就是下面四个四个发型是要凡凡帮我选哪一个适合我吗 这有点太难为你了吧 真是 这四个都是都是女生的发型吧 对导演姐姐说是的 她说就是要让你来选一下就是那行 那你就算放眼望去你觉得第一个哪一个会比较适合我的风格啊 我能说实话吗 能 哪一个都不适合 哪一个 但是不是说你了 就是这个发型哪个也都不适合我啊 咱们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嘛好不好 我看一下这上头的效果 咱们先你想先看哪一个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选长发这个吧 第二个是不是 第二个 第二个 我觉得不行 别别别别换 这这款发型感觉好像我最近运势特别不好 身后很少调 要不然我们试一下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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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第三个吧 不行 像我二姨 我觉得这个不行 我觉得 等一下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第四个 第四个 哎 哎 哎这个还可以 这个 这个我喜欢 这个还可以 哈哈 这个你看 不就是发质看起来很好 然后正好做的这个动作感觉好像是告诉大家你看我的头发多蓬松亮多多啊你看就是不谋而合这个我真的喜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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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我就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用青样的直觉 然后下一次在和房间见面的时候我弄这个发型 你可以同台吗 可以啊 哈哈哈 没问题 好 这是最美的青娘女孩了 谢谢 谢谢凡凡 谢谢 真的是无论 为难你了 啊 其实真的还第三个还真的哎 没想到蛮适合你 蛮适合你 蛮适合你 哇我觉得我今天在现场能够听见就是凡凡的这个亲口对我说第三个发型适合你的 OK好我保证下一场我就一定用那个发型了好不好 OK 好 刚才是说我 接下来呢就要说说凡凡自己了 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到了九个不同的这个图片 但是呢当中是隐藏玄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好不好 现在有九张照片 所以呢大家也知道了 哎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亲爱的同学们冷静一下啊 啊 我们接下来呢 会要让现场以及线上的每个你们来参与到我们本轮的互动 有哪几个不是凡凡的发型呢 要是回答正确的话呢 你们大家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精美的礼物啦 啊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我自己选吗 哦不不不当然 哈哈哈哈 我们我们我们要把我们要把福利要送给这个现场的他们 好啊 线上的他们 那这样子我们就先送就是因为我们稍微有点延迟 我们把更多的这个时间留给线上的亲爱的每个你们 我们就先来问一下现场的同学们了好不好 啊 今天我们的这个现场呢有1到75位亲爱的同学 然后待会如果你们知道答案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举手反反1到75任意你可以选择一个号码抽中谁就谁啊 哈哈 那我就随便选一个啦 啊 随便选一个 呃先66吧 啊 66 66号啊 66号在哪里啊 有66号吗 有66号吗 不是1到75吗 对啊 那66号没人吗 啊 啊 那那就那就那一位白衣服这位吗 是是是是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好 来你来告诉我们大家 有哪几个不是凡凡的发型呢 2 3 4 5 5 我的天啊 你确定吗 4 6 8 8 你确定吗 啊 再抽一个 再抽一个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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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都说了再抽一个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等一下 他们抽他们猜对是有什么奖励吗 对啊当然啊 可以有 这个奖励只有一份吗 呃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就到时候再多准备一份可以吗 可以可以 啊行 啊再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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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到啊 几号啊 一到七十五随便选一个 就抽 就抽一号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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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是哪一位 哎 你好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给他麦克空 你觉得有哪几个不是凡凡的发型呢 我觉得2号 4号 6号 嗯 嗯 还有吗 8号不确定 8号有点人 不我们要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哦 哎 来最后的答案是 2468 2468 那跟刚才那一位一样嘛 对不对 啊 是 刚才那一位不是选的2468吗 啊 他选择了3 他选择了3 行好 那他选择了246吧 哈哈哈哈 我这个助教也太好说话了吧 OK 好 好我们先保留一下这个答案好不好 现场我们已经选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线上的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他们的答案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截屏截一个啊 工作人员请准备一下啊 来 3 2 1 请截屏 好我们来看一下 线上的朋友 他们的答案是 线上的这位叫做 Lulabai1106 但是他回答的不正确 不正确的话我们就往下演一个 好不好 李叔白的小可爱 他回答的是2468 OK 好我们来确定一下啊 好的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要请凡凡老师 你刚才看了就是以上九个图片的话 对你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我公布答案 我都不知道哎 好那我来认真看一下 等一下 有哪些不是你 一肯定是我 是 二不是 三是我 四不是 五是我 六不是我 不是我 七是我 八呢又 八呢又 我感觉就 他应该不 九九是我 所以 八是不是 八应该不是我 八不是 所以凡凡的答案也是2468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对 来 三 二 四 六 八 没错 没错 回答正确了 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一位朋友和我们刚才线上的那一位亲爱的同学呢可以获得的是青阳直觉櫻花礼盒以及凡凡的明信片啦 哇 是 恭喜你们 而且现在呢我们线上的这个点赞数啊已经超过了1106万了 所以现在大家赶紧在我们的这个弹幕当中输入两倍蓬松潮流基础 我们还会为两位粉丝呢同样要送上我们青阳直觉櫻花礼盒一期凡凡的明信片一张了 所以如果现场呢你们也正在直播间当中的话现在赶紧也是刷一下弹幕好不好 两倍蓬松潮流基础 好 刷屏都非常的厉害了 要不然准备三份吧给人家也送一份了 行 好 没问题 其实可以啊 可以 可以 刚才回答的那个也给他了 其实他第一次做他第二次也回答正确了 是 没有问题 好的 我当然是要谋选福利给大家 好的 行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来抽一下啊 我们线上的这个福利要给到哪两位朋友来 请截屏 3 2 1 请截屏 好 有 不要着急亲爱的同学 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线上我们要恭喜两位的是吴亦凡的老婆刘 还有 雪丽儿呀 要恭喜以上两位 要恭喜 那稍后的这个时间当中呢 就请你联系一下我们的官方后台 把这个礼物送到你们的这个手上了好不好 好 好 大家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啊 稍微 我知道你们的这个意愿了 所以作为今天的助教 我一定帮你们再谋取到一个福利好不好 相信我给我一点时间 我们的课堂上面的课程还是要继续了 好 那今天凡凡来到这个现场呢 大家就说要抓住一切的这个时间和机会 也有很多的媒体朋友在现场啊 所以最主要是有很多关心你的粉丝们 还是有一些这个问题 借由今天我们这个课堂的时间 还是想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好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他非常的可爱 他说他想问一下 六一儿童节当天头戴松鼠卡通帽演唱 大碗宽面为微光公益的音乐会助力 给小朋友大朋友送去祝福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呢 就因为我的歌里面 就大碗宽面感觉就是最开心的 然后六一儿童节嘛 就感觉是一个开开心心的一个节日 明白 所以也不是一个特别的就是没有选择 就一想就觉得这个很适合 是 好 那看到凡凡最近又解锁了赛车手的新身份 刚才凡凡也说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想去做赛车手呢 什么时候可以在赛道上面看到你呢 呃 这两个问题是吧 什么时候赛道上看到我 呃 因为 我也 清 延许今年吧 延许明年我也不知道 然后 那个 为什么赛车 赛车就是我 我觉得很解压对我来说 对对对 它让我 是啊是啊 我会注意安全了 我知道我知道 赛车就是一个它比较 那就是因为它比较危险 所以它就是让你能够非常的全身贯注 是 你懂吗 就是你在那个时候时候你是不会想到 任何其他事情的 因为可能一点 稍稍的走神就会出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你会更加的 的 的专注 其实我们我就蛮喜欢这个状态的 明白 好的 好 对 注意安全 对 安全最重要安全第一了 好 尽量尽量 会了 是必须要注意安全了 对不对 放心 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好 接下来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凡凡 你会算从去年的单曲二三到近期的这张全新 EP testing 接近半年的时间四首新的创作 创作速度也非常的快了 所以接下来的重心呢 是依旧在音乐上面呢还是在其他方面呢 音乐是一直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音乐 所以其实 这半年四首歌算是非常非常的不高产了一点 对 有很多歌都还没有发出来 但是就慢慢来吧 反正就 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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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对 我比较喜欢把东西藏起来 是 就自己一个人偷偷听 但是他一个人偷偷听 但是我觉得凡凡发出来的应该也是 就是他经过这个就是重重筛选以后的精品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家听到的都是最好的了 对 这至少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是 或者我觉得最好的 对 你们喜欢吗 对了 OK 那就行了 好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音乐制作人 歌手 演员 赛车手 时尚icon等众多的身份当中 让你比较有成就感的是哪一个啊 都 对 就每个都不一样 而且 就完全 完全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 所以 就对 就是不太一定 把自己给说晕了 对 经常会这样 没有 就是感受不一样 所以每个领域我都很喜欢去尝试 也喜欢 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挑战 嗯 所以 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 没错 就像今天我们的这个口号一样 对不对 迎头上不屑一步烦辣 好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是想问一下 凡凡 没跟你们日常期待的凡凡二群演唱会的到来 关于二群演唱会见面 可以透露一些讯息吗 就是现在对于这个二群演唱会 有没有说准备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可以分享吗 现在确实没东西跟你们分享了 真的不知道 就希望 但因为今年确实是疫情的原因 然后其实 也有很多安全跟各方面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可能 是啊 稍安勿躁了 OK 等一下 会有了 会有了 我会真的 尽力吧 就在时间各方面可能的情况下 因为我还是非常希望 他整个的效果呈现是非常好的 对 所以制作的这方面 跟各个 因为演唱会有很多 很多事情需要去准备 所以还是要好好去花些时间去做 对 是 反正我们大家就一起尽情的期待一下了 好不好 好的 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做自己喜欢事的时候 这个时间就过得很快 对不对 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的课堂很快就要结束了 但是呢 刚才因为我们现场的这个呼声真的很高 说就是想要一些福利 我刚才也答应到大家了 现在是真的是没有这个福利 我再帮大家就谋取一个好不好 也是让凡凡的选一下 1到75号当中 好不好 我们问一个问题 我们问一个问题 问一个问题 非常的简单 是有关于今天我们这个品牌青阳的 好不好 今天我们着重给各位安丽推荐到的 是我们青阳的什么系列的产品 好不好 你们只要就回答正确了以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礼物送给你 好吗 1到75号 好 凡凡你随便选一个 我就不看你 我就太 我就选 8号吧 8号 8号 8号是哪一位好朋友 8号是哪一位 8号在吗 您好 好 来 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场放到我们青阳的这个浅蓝色的这个系列是我们青阳的什么系列呢 什么 樱花直觉 樱花也有了 樱花呢还有这个就是直觉系列了 对不对 植物的感觉 就清新的感觉了 好不好 我觉得就抽中你了 那这个礼物就注定是要给你了 所以要恭喜你了 好不好 谢谢你 好 今天我们这个福利呢 我觉得也是啊 就是多了两个福利送给大家 其实大家也非常的幸运了 好 那今天最后要请凡凡在我们这个课堂啊 对我们不翻潮州秀的学员送上几句这个祝福的话吧 嗯 谢谢大家的到来 然后 谢谢在线上观看的朋友们 嗯 合影啊 现在有合影这个环节吗 合影 哈哈 你们想 你们想吗 行吧 是可以了 对对对 反正就 好 我说完就合影了 反正我的话就很简短了嘛 大家就是 注意身体啊 照顾好自己啊 然后 是啊 特殊时期 然后大家出门多注意安全 然后我们就是 下一次再见 尽快尽快 尽快会跟大家再见 啊 谢谢大家 谢谢 支持支持我的作品吧 对 好 那接下来邀请凡凡啊 稍作等待来请我们的摄影师来帮我们一起合影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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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收音一二三 好 一 一二三 来 大家都有入侵吗 看在大屏幕上面有没有自己的身影啊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他拍到了 还有拍到了 等一下 他有拍到了 好 凡凡稍微等一下 凡凡辛苦一下 还有还有啊 今天我们要非常的感谢那个青阳为我们提供的这么棒的机会 让你跟大家见面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青阳品牌团队的各位嘉宾来到台上和凡凡合影了好不好 好 来有请我们品牌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请 台上请 好 谢谢我们再次热情掌声谢谢吴亦凡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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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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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今天 Maker 天哪 g